就是從哪一個工作表開始 其實都是從這邊去看的 所以從查詢結果開始 然後寫到哪裡會多一個將來的這個位置 那回圈的話是前面的回圈 比對之後如果他大於等一一的話 就把後面的查詢名單寫到查詢結果 那剛剛因為我這邊好像名稱都是查詢名單 所以結果就錯了 記得把它往下加 最後就得到一個結果 所以這邊的話查詢出來 就可以有一個時間 那另外的話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在查詢的過程當中 因為時間會等很久 所以我如果希望這個下方 會有一個什麼進度 那這個進度怎麼來的 順便講一下我剛剛特別強調 它是由application去控制的 就是那個sheets的爺爺 等於sale本身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這邊又多了一個狀態 這個地方就是最重要的是 在什麼狀態的時候 在什麼時候會去寫這一行 就是在那個 其實你可以由原來那個來改 然後呢 然後呢 就是application.statusbar 它裡面要顯示出來的狀 顯示出來就是總比數等於什麼 那總比數由誰決定呢 就是由sheets的第一個 當然你可以查詢名單 最後一列 那當然我是把它獨立出來 寫給一個x 那這個x呢 必須把它減掉1 為什麼要減1呢 因為欄位名稱不能算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總比數 冒號andx-1 所以總共1000比 然後它會變成999比 那and後面就是目前進度 這邊中間加個空白 因為這把它隔開 目前進度由誰決定呢 由i決定 那i是從2開始 所以必須什麼 把它減1 這樣子的話 你把它放在ness上面 它就會一邊跑 下面就一邊幫你顯示出來 所以特別主要 大概就改兩個地方 1 把原來的 4i等於2到最下面一列 把這個搬到上面去 變成一個x 因為如果沒有搬到上面去的話 你將來把這個東西再寫到這邊來的話 好像太長了 你乾脆用一個x代替就可以 OK 那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把StatusBar把它加上去 那將來如果說你要產生一個StatusBar 也不用10倍啦 你就記得 打上一個application 點 那你又打一個st吧 大概你就打一個st 大概就會出來 StatusBar 這邊就出來了 OK 那裡面 後面的話就加上什麼 空白鍵 等於 什麼 自串 那這個自串的話呢 也許你將來想要看什麼 總比數 你就把總比數放上去 那這兩個就是一個是x-1 這個是i-1 那就把它放過來 那中間串成什麼 串成類似像這樣子 有沒有 就是 這個地方其實是 頭尾就是一個長自串 那裡面的話就是 這個自串 那變數的話用and的串接 就是x-1 and這個又是一個自串 然後 後面要串一個and 有沒有 不過 我也比較擔心說 同學對這個好像比較不熟悉 如果你對這個熟悉之後呢 以後你要顯示什麼訊息 都會變得非常簡單 這個地方的話就是多講一個叫status吧 那 這個只是有點像錦上添花啦 它頂多是讓使用者看起來比較清楚 並不會增加它的速度 所以 剛剛的速度其實有點慢 那你如果要讓它加快的話 我們等一下會講那個查詢名單 用自串 這個地方所謂的自串 什麼意思呢 其實後來本來只有寫上面的這個方法 但是同學就會反映說 老師這樣好像效率不高耶 有沒有什麼更快的方法 可以把這個查完呢 然後我就想一想 嗯 好像有 要不就是把 當然有複雜的方法 把這個東西丟到資料庫 那有資料庫就幫我查出結果再丟回來 可是這個好像有點是 欸怎麼樣 跑得太遠了 丟過去再丟過來 太複雜了 而且還要弄個資料庫 對一般來說還是太麻煩了 所以後來就想說 欸第二個方法 VBA本身喔 有一些這個查字串的函數 那它的邏輯是這樣 裡面有一個函數喔 這個函數欸 因為我以前寫過就是說 查那個全文檢索的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知道 欸某一個文章裡面 有沒有出現某些關鍵字 如果有的話 那我就把那些關鍵字的位置抓出來 然後把它列出來 我以前有寫過類似的工具啦 比如說某一篇文章出現某些關鍵字 出現幾次 那用哪一個呢 其實就是用那個VBA程式參考裡面 函數 那個函數喔 它是I開頭的 在HL裡面的話 它叫INSTR函數 這個喔 直接跟各位講這個INSTR 那這個函數到底做什麼 其實就是說呢 嗯 我講過喔 中瓜壺可有可有START 也就是如果你沒有給START 它就是從頭找 那STREAM1的話呢 必要引述 就是預搜尋的自串 然後呢 STREAM2的話呢 也是 欸 預搜尋的自串 欸 兩個 到底誰搜尋誰呢 常常都會 它這個說明有的 反正就是說呢 有我要找的關鍵字 在哪一個文章裡面 出現 它會告訴你說 如果有找到 它會告訴你說 有找到 而且在這個文章的什麼位置 那如果說你要一直往下找的話 你就要配合那個START START的話就是你找到的位置 再把它繼續往後面找 比如說你找到位置在第十個字 那你START的話就變成第十一個字開始找 欸 那就二十個字又找到的話 那START的話你又再從二十一個字往後找 它就一直找一直找 找到直到什麼 這篇文章沒有為止 那你就可以算出來總共找到幾個 你可以用什麼 用instream函數 但是有這個概念 可是如何做 如何把這一個函數用在我們的工作裡面 那這邊的話我的想法是這樣 第一個 就是先把什麼 黑名單 從頭到尾怎麼樣 全部串在一起 串在一起變成一個字串 然後呢 我就把這一個 用instream去找 串起來這個字串 有沒有 有的話 就告訴我有 沒有的話呢 那就往 有的話就把 欸 查到的這個扣過來 沒有的話就繼續往下 我的邏輯大概是這樣 那各位也可以想想看 怎麼做會比較簡單 這個我講過就是利用那個 這個函數 叫Visual Basic 這個程式原刊的函數裡面 OK 這個往下找 就instream這個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我想各位先試一下 等一下再來看一下 這個部分 那寫出來的程式 大概就是會分成兩個段落 一個是如何把黑名單 全部串成一個字串 所以串 全部串在一起就對了 再來第二件事就是 再來用instream這個函數 去幫我找那個黑名單 在串起來那個字串裡面有沒有出現 有沒有出現 我不用知道位置 我只知道有沒有出現 有 那就把 找到的那個 那個黑名單 摳到查詢結果裡面 OK 如果你今天要練習 因為有些函數你可能不熟 不熟沒關係 你就是 就是 假設我今天 假設像那個 instream我不太會用 那我可以怎麼做 你可以到那個 檢視 即時運算視窗 那我一般會寄快速鍵 叫 Ctrl加G CtrlG 那比如說呢 我今天 想要知道就是說 那個 instream這個函數 它到底怎麼用 比如說 你就是打這樣 比如說 一個問號 問號什麼意思呢 問號就是 print的意思 就輸出 空一格 輸出什麼東西呢 你就打一個 VB 比如說你今天想要知道 VBA 裡面的某個函數 點一下對不對 它裡面有個函數叫 你看全部都列出來了 ABS你也可以練習看 比如說你輸入一個負值看看 它輸出的話 假設這個好了 刮弧 它會問你要一個Lumber 你給它-100 刮弧 Enter會怎麼樣 Enter 就變100了 有沒有看到 所以結果就在下方出現 好那一樣的方法 反正這個點 太多了 每一個每一個啦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只要是那個綠色的都可以 拿來練習看看 那裡面怎麼練習 裡面有範例嘛 你就把它照範例做一次嘛 你就知道每一個到底在做什麼用途了 那其中有一個這樣 INSTR 而且還有INSTR B 還有INSTR IV Reverse 應該是反過來吧 怎麼有個B 那到底有什麼差別 對不對 你很好奇嘛 所以其實很簡單 刮弧之後他會問你說 STAR 從第幾個 那如果說你不知道從第幾個 這個STAR可有可無吧 第二個你要找的那個文章 比如說你要找的是 A B C D好了 假設這個是一個文章 可能很多啦 你可以多打幾個字 逗點 找什麼 找 C的位置 Enter會怎麼樣 給我3 給我3 OK 然後呢 如果你今天呢 當然不一樣的字 就是說你 比如說打一個 D好了 Enter 4 對不對 那你想說 應該都懂的意思吧 那如果說你今天呢 用什麼INSTR B好了 咦 這裡面有一個函數也是 叫INSTR B Enter會怎麼樣 咦 7 為什麼是7 你就可以思考一下 特別注意 這個B指的是bite的意思 也就是說 因為現在我們的那個 電腦早期都是 英文字 中文字 都是 英文字一個bite 不過現在UNICOR 全部都兩個bite 那也就是說 如果你用B的話 它就是變成說 它是兩個bite 那你找到的話 它是什麼 兩個兩個兩個 D的話不就是7的嗎 OK 反正就類似像這樣 如果你用什麼 REVERSE 試試看 REV 諸如此類的 至少你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去瞭解 每一個函數 大概基本的用法 即便你如果沒有用過 你也可以試試看 像常用的 比如像 還有什麼文字相關的函數 像什麼 REPLACE 這個好像也常常用到 比如說你要取代好了 像之前有個取代什麼 比如說我今天 我今天要取代什麼東西 比如說我今天 像之前有個問題 2016 2015 11月3號 好 那比如說 像常常會有 裡面的斜線 我不能夠 假設像工作表名稱 裡面不能有斜線 所以如果用REPLACE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 假設我今天想要把那個斜線 變成什麼 變成底線的話 那你可以用REPLACE 哪一個呢 FINE FINE什麼 FINE這個 取代成什麼 取代成底線 然後這樣子 做完就Enter會怎麼樣 結果就出來了 有沒有發現 也就是說以後 這招其實還蠻管用 因為有的時候 你函數不會用 那你在BBA裡面 你要怎麼知道說 最後結果是什麼 反正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沒有 而且一般書裡面 也沒有特別 特別講到這個 那這個為什麼會 我為什麼會這個 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會這個 反正就是 這叫什麼 天下無難事 只怕有心的 真的 所以那時候 反正只要 可以學習的方法 我都會去特別學習 OK 然後 這邊特別是 即時運算視窗 裡面 其實關鍵就是 利用一個PRINT 然後 後面你就打一個VBA開頭 VBA指的是 VBA這個物件 它裡面 有哪一些函數 都會幫你列出來 那你要怎麼去瞭解 其實 點下去就有了 那答案 參考的說明書 在這裡面 有沒有 你就找一下 然後呢 你可以看裡面的範例 看它裡面的 大概什麼方法 可能你會用到的 你也許不太會用這個函數的話 那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去輸出你要的東西 最後結果它會幫你列出來 大概類似這樣 那待會的話 我們要用那個 IN3這個 INSDR這個函數 幫我 去做查詢的動作 那主要兩個重點 一個 全部串在一起 如何全部串在一起 第二個 如何用INSDR去找到我要的那個 黑名單 有沒有在這個字串裡面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這個東西我覺得 如果你懂得善用 大概可以把你的功力慢慢提升起來 因為我擔心就是各位 比較弱的這一部分 就是在VBA裡面的相關知識 可能比較不足 當然如果說你要更精進的話 坊間有一些 相關的那個VBA詞點 當然也是一個參考書 你也可以把它買 慢慢再去觀摩 好 好